国家传染病中心主任梁玉新教授说 冠病变异毒株德尔塔的传播力又快又强又广 当局观察到疫苗对防止染病的力度明显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 就算有很高的疫苗接种覆盖率 也可能无法达到群体免疫能力 因此需要接种追加剂加强抗体 来看记者陈思荀的报道 梁玉新教授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疫情发展至今 冠病疫苗在防止被感染的力度已有所减弱 加上我国正逐步放宽防疫措施 社交活动提高下也加快德尔塔病毒的传播几率 疫苗没有办法给我们100%的保护能力 防止被感染 德尔塔病毒株已经在我们的社群里面传播 而且传播力非常强 也非常的广 那就是无论你到任何一个私人空间 公共空间都要做足很好的防范措施 我们不能够单靠疫苗 梁玉新教授说 疫苗的防疫功能在于产生抗体和免疫细胞 而随着抗体在接受两剂疫苗后逐步下降 追加剂就能在此发挥作用 追加剂就是提升我们的抗体的能力 给我们更高一层的保护能力 特别是对年长者或者是高风险的人群 主要就是看病毒它本身 如果它本身的基因变化是非常的快 它有能力避开我们的免疫系统 那么我们就要速度需要追加的时间点 梁教授指出 冠病病毒的影响力和重症的分布非常不均匀 患者软病后风险差异大 因此政府推出居家康复计划 舒缓医疗负担 年轻的患者其实他都不会有严重的病例 只可以在居家康复 如果那个氧气有水准有下降的趋势 那就要快点接触家庭医生 或者是其他治疗部门 尽早发现可能被感染 很好的观察病情的进展 在不同的病情的阶段 引用不同的药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降低我们的重症病例 或者是死亡力 梁教授也说 孕妇属于高风险人群 特别是在怀孕后期 国外的很多孕妇都属于重症病例 因此呼吁本地的孕妇尽快接种疫苗